大家好,我是Jerry說的Jason 哈囉,我是Eason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Eason沒在我旁邊呢? 攝影師偷懶 攝影師偷懶 真的 真的 好啦,我們今天來一個空氣很新鮮 陽光普照的地方 花蓮 Eason待了四年了 不是,五年 留情留戀的地方 就因為她的一句話 當天我就跑來這邊 享用她說的 很快 第一站來到了一間 叫做南華大陸麵店 這間店聽說它已經是50年的老店了 那再來就是 蔣經國好像很喜歡吃這間店 Eason特別推薦 你們有來的話 一定要拿她的小菜 都是親自自己做的 來了 其實她點餐的速度還蠻快的 點完之後大概15分鐘以內她就來了 我給觀眾看一下 她的肉燥煎麵那個麵皮啊 煎得是脆脆的 真的是脆脆 她的肉燥也不熟軟 你知道嗎 她的肉燥很像台北市的那種叫做 龜阿爸 瓜仔肉 味道很入味 那這一道就是三鮮煎麵 三鮮煎麵有什麼呢 花枝 蝦冷 跟這個叫做 魷魚 它的口味比較偏像那種清清淡淡的感覺 它味道是真的有入進去 最主要是它的麵包 嗯 好吃 麵的味道它有把一些湯汁吸進去 所以它麵皮的部分 雖然煎得脆脆的 但是它進入那個湯汁 讓它有一個鬆軟鬆軟的感覺 小當家大家有沒有看過 吃進去那個麵條是會彈牙的 我簡單的拿了兩道 好了 小菜 雖然是很簡單 但吃得出來它的用心 為什麼 因為它的味道真的是 滷得很進去 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再介紹下一間 GO 來了第二間 這一間是在花蓮市的德安一街 德安一街叫甜春壽司 你看我現在滿滿的一桌 等一下告訴你們價錢 你們絕對想不到 我剛剛很好奇的問了Eason一件事 為什麼在壽司店會賣滷肉飯 這樣子一碗才30塊而已 30塊再加一個兩元 我先吃一口 嗯 有沒有看到 那個膠質 多棒啊 它味道很重耶 這來吃個兩碗都覺得不鹹多 價錢很不便宜 可是來壽司店要吃的是什麼 壽司 我剛剛意外的發現 鮭魚壽司 我們一般是沾什麼 醬油對不對 台式的 是醬油膏 這樣滿滿一盤 70塊啦 喔 醬油膏是 甜甜的 再加上那種鮭魚的 那個鮮度 很棒 我現在吃的這個 我不想要走 我想要再點一盤 真的很推耶 這邊 滷肉飯 這個我都推了 衛生湯 碗的碗 這我們家吃飯的碗 我們家吃飯的碗 這樣一碗 25塊贏 我們點這樣子 但是你們大家可以下面留言告訴我 在台北吃最少最少應該也要三四百或五百起 這邊 一百七十五塊 很燙 Eason 我先吃啦 吃了兩個正餐之後 來點甜點 這一間啊 是我們的Eason哥 特別極力推薦的 叫做黎明紅茶 它那個紅茶的那個香氣啊 其實很重 而不是像台北那種比較淡 因為被那個 冰塊融化之後 比較水水的 其實這個是真的很道地的那種茶香味 不錯 那大家都去廟口紅茶 我覺得它的區別是什麼 它的茶香跟廟口紅茶的差距 是蠻大的 因為它的茶香真的很重 推薦給大家好了 等一下我們還有更多更多的美食 要介紹給大家 這一間黎明紅茶 Eason 推薦 Eason 推薦 有事找他 Eason 特別告訴我 如果說公正包子是給觀光客吃的 周家包子就是給在地人吃的 周家這一間店啊 是第一間的包子店 大家看一下 滿滿的兩樓 一百塊有兆啦 你看裡面有幾顆 你看裡面有幾顆 二 四 六 十顆耶 這樣可以吃一天耶 配它的特製醬料 這咋就是蒜 蒜蓉醬嘛 對不對 你看 它的鮮條跟它的餅皮多紮實 肉的味道真的是 撲筆而來 其實說真的齁 我不誇張 下次來 像公正包子那麼多人排隊 你可以走到隔壁周家 你可以就進來點 這邊另外一個招牌 蒜餃 其實坦白說 我覺得蒜餃還好 因為它對比它是它的皮比較薄 它肉的餡料比較多 所以你吃起來吃久了也會覺得有點膩口 但是包子因為它的餅皮是比較厚跟紮實的 中和掉那個膩口的味道 所以它吃起來真的是很不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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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讀書的時候 來花蓮的第一餐 就是吃異鄉扁食 還有 它冷靜中 中過花票 花花花花花票 一千塊 就是在這邊中的 它雖然開了七十年啦 但是 它的扁食還是那麼大顆耶 裡面最少最少也有 快將近十顆吧 哇 燒到大碗耶 我剛剛問Eason Eason說 它是賣完為止 有一天是晚上七點 就當天就結束了 我先來客一客 它的扁食每一顆都其實都很大顆 其實它湯裡面也有淡淡的那個肉汁 溢出來的那個味道 其實蠻濃郁的 好啦 中頭戲來了 扁食好不好 哇 真的要趁熱吃 它的肉啊 是非常的扎實 真的好吃耶 好啦 今天 我們也花了大概半天的時間在花蓮走跳 Eason帶我吃了這麼多美食 如果你們覺得還有更不一樣的 都推薦給我們 底下留言 好不好 我是Jason 嗨 我是Eason 下次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掰掰 好 我是Jayson 哈囉 我是Eason 為什麼今天Eason 沒在我旁邊呢 因為他偷懶 不是 是攝影師偷懶 是攝影師偷懶 是